不少食物都含有我们身上所缺乏的营养元素 通过饮食摄取这些东西 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多吃哪些食物对眼睛有好处 一 海带 海带中含有甘露醇 就是我们日常晾上海带后 海带表面结的那层白色物质 甘露醇可以缓解眼部压力 对清光眼有不错的效果 二 菠菜 菠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 而维生素A对浸湿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多吃蔬菜补充维生素A 对缓解眼部疲劳很有效果 三 鱼 鱼体内含有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C C可以改善眼部环境 调节眼部各组织的功能 缓解浸湿的发生 四 山楂柠柠檬 山楂和柠檬中维生素C的含量很高 而这种维生素 可以缓解光线对晶状体的伤害 以及空气对晶状体的伤害 这几种食物你们平时爱不爱吃呢